尤其是前卫前锋组演练的是他们传统的风格便是长传冲调 那从场来看挪威没有多大进步 那从以往的战绩来讲挪威强于我们 她是上届世界冠军强于我们 那作为中国女主我觉得还是跟她有一波 中国队的比赛将在明天早晨7点半开始 请大家关注一下中国队与挪威队的半决赛 全国足球甲A联赛今天下午结束了第一阶段的最后一轮比赛 深花队克长以3比1战胜万达队之后 在积分榜上保持领先 辽宁苦顺队同北京国安队的比赛是两支年轻球队之间的较量 战门场比赛进行到第二天中时 国安队8号杨